好吧 那陈大姐你就来两句 喜欢吃这个什么清淡一点 还是重口味的那种 清淡一点 陈大姐你是什么口味 清淡一点 你也是清淡一点 我是清淡为主 根本就不能沾辣椒 刚才我中午吃了那个 就吃了以后 然后吃了以后就 不舒服那个糖多 然后可能咽咽吧 我也是这样的 陈大 那我们这个节目就醉够大了 你吃了我们的盒饭还得病了 不是不是 是个人的习惯的问题 12号 如果你遇到一个南方的女人 她不爱吃面子 喜欢吃大米 你怎么包入对方呢 陈小姐已经改变过了 那个不是问题的问题 是很简单 你不爱吃饺子 她把饺子包开 你吃鲜 她吃皮 二号 就是说你的孩子跟谁呀 她独立了 在外地 你现在一个人单身在武汉 对 那你有什么业人爱好了 大鹏老师说我腿上的 因为打篮球 然后体育 还度过长江 医院文化 爱好特别多 后来就是这个婚线 就是把些爱好都 有点那个了 就是现在没什么爱好了 还是有啊 找着厉害 又又把我激发了 王先生的收入其实不低啊 他年收入说有六万 我一个房子出租 我两次住房 在武汉里有一个房子 我的房租钱和我的退休费 加起来 加起来 那明白 你的房子房产证是你自己的 还是你儿子或者是你前妻的名字呢 我的